豪门媳妇不宜当 但是娱乐圈中有很多女明星去挤破头也要嫁入豪门 当然有些人足够幸运能够过上豪门太太的生活 但是大多数即使在努力也看不见豪门的门 台湾主持人维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算是为富豪男友生了一位儿子 终究还是没有实现豪门梦 维祖作为台湾知名的美女主持人 身材和颜值都非常高 因为五官像极了昆灵 所以有小昆灵之称 维祖身材火辣 长相甜美 身边有很多追求者 然而维祖的感情却不是很顺利 谈过几次恋爱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2009年 维祖认识了台湾富商张刚为 经过对方的浪漫追求之后 两人离弄我们非常潜秘 维祖一直陪伴在张刚为身旁 是维祖和张刚为的母亲二 关系一直很僵硬 张刚为的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 所以维祖和张刚为一直没有领政结婚 虽然二人就是吴宁 但是在201 零年 维祖依然决然的为张刚为生下了一个儿子 维祖和张刚为孩子的诞生 并没有因此改善维祖和张刚为母亲的扩席关系 至今 维祖仍没有进入豪门 不过 张刚为在早期的采访中 也道出了二人的关系 张刚为称 维祖是我儿子的妈 也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虽然张刚为对维祖只是假意朋友之名 但是将维祖照顾的十分周到 除了每个月固定给的15万生活费 还在他们儿子学校的附近 租了一个豪宅 供他们母子二人居住 早些年间 维祖因为投资未上市的股票 而被诈骗2000多万 从此之后 为了防止维祖再次上当受骗 张刚为专门派人 协助处理维祖的财务问题 可以说 张刚为对维祖他们母子二人照顾的无微不至 正因为此提起张刚为 维祖满口称赞 他一直表现的还不错 加入豪门固然风光无限 但并不是每一位加入豪门的人都能够幸福 很多人以为生一个孩子就能穿住男人的心了 那就打错特错 维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因 维祖的儿子已经七岁了 但依旧没名没分 在孩子附近 严重堂 就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 希望维祖可以看清事实 趁着年轻找到一位陪伴一生的人 祝福